每年的5月底6月初 随着天气渐暖 位于萨乌尔山脚下的 新疆阿勒泰地区积木乃县的牧民 都要进行夏季牲畜大转场 有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转场当地启用了大型机械设备 以改往日光脚走的转场模式 转场时间由原来的一周左右减少至一天 大大提高了农牧民转场效率 6月2号 新疆阿勒泰地区积木乃县托斯特乡 森塔斯村牧民哈乌安纳仁汉 在亲友邻居的协助下 它的800头牲畜搭上专车 启程前往300余公里外的牧场 以前我们需要一个星期到10点的时间 我们开始继续转场 我们早上出发 当天就到地方了 据了解夏季转场工作 自5月底开始将持续至6月中下旬结束 1-2-3月